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系列课程的第一个项目实战 我们的这个机遇蓝牙的车载信息采集 及安全报警系统开发的一个学习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裸机的一个项目实战的一个学习 好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第二部分的一个学习 在我们的第二部分的上一节课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总体分析 给大家讲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功能 以及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个执行流程 以及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模块的划分 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各个模块如何去实现的 具体的一个实现 我们如何来实现我们这个嵌输软件的一个各个的各个模块 好首先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功能模块的一个设计原则与设计方法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给 我们在划分模块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原则的 并且呢 我们在对这个模块做设计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软件功能模块的一个设计原则 第一个就要求模块内高聚合 就是模块内的这句话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我们这个模块内部要求什么呢 要求高聚合 那么什么是高聚合呢 实际上就我们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啊 我们这个高聚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模块内的这个元素啊 它所有的这些元素呢 它这些元素的出现的意义呢 都是要为我们这个模块服务的 而我们这个模块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这个模块实际上就是用来完成特定的功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啊 就是用来初始化蓝牙 以及我们接收蓝牙这个数据啊 并且呢通过蓝牙发送数据 就完成这些蓝牙的这些事情的 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模块里面这些函数啊 还有我们这些定义的这些变量啊 都要为我们这个模块内啊 我们这些功能进行一个服务 如果这些函数或者变量呢 它跟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关系不大啊 或者呢它跑去实现了其他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聚合性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在做这个模块设计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到这个模块内部的一个高聚合性 好 然后模块与模块之间呢 要求一个低偶核 实际上所谓的低偶核呢 就是要求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这个依赖程度呢 尽量不要太高啊 尽量不要高 就这个就说我 比如说一个蓝牙模块啊 和一个按键模块 假设我要去实现这个蓝牙模块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还要用到这个按键模块 那么显然这两个模块之间这个偶核度呢 就不太好啊 因此呢我们要做到我们这个模块之间呢 两个模块之间呢 要求他们之间的依赖性呢 尽量的低 实际上呢 这也是要求我们这个模块呢 尽量能够独立啊 也就是我们第三个设计原则 要求模块功能单一独立 模块功能单一呢实际上也比较好理解 就比如说我这个点灯的这个模块 那么我就是用来点灯的啊 我不可能用来操作按键啊 因此如果这个一个模块呢 如果你做了很多功能出来呢 实际上呢 它也不能称之为一个模块啊 它它的一个单一性就很差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要设计一个模块呢 首先要搞清楚几个事情啊 第一呢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输入输出 比如说一个点灯的模块 那么我们对它的输入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求它去点哪个灯 点点第几个灯 而对它的一个输出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灯点亮 实际上就是调用这个点灯模块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点亮的这个函数吧 这个灯点亮 因此呢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输入的参数啊 以及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些功能 第二呢 就是要搞清楚我们这个模块具体 要实现哪些功能 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这个模块功能要单一 模块功能单一以后呢 我们再搞清楚这个模块具体 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实际上呢 对于我们这个迁入式裸机的这个开发来讲呢 MCU的裸机开发来讲呢 我们这些模块呢 无非啊 就几个功能啊 第一个功能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初始化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模块都要去实现的一个功能 就是在我们这个迁入式这个裸机开发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那我们就要去实现我们这个蓝牙的初始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点灯的模块 LED的模块 那我们就我们就要去实现我们这个LED的这个灯的这个初始化 实际上就是这个IO的初始化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一个控制啊 控制功能 控制什么呢 还是一点点灯来讲吧 我们要控制这个灯的这个亮和灭 那么我们就要实现啊 去控制我们这个灯的亮和灭的这个功能 控制功能 这个控制功能呢 实际上是有些的模块是没有的啊 对于我们有这个控制的这些模块才有 比如说这个呃 灯呢 比如说一些输出模块 它都会有 像一些输入模块 比如说这个按键啊 那么我们主要呢 我们会去读取它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我们按下按键以后 我们会去读取它的状态 像这也是我们这个模块要实现的第三个功能 我们这个读取这个模块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我们要读取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当前是否有数据输入 并且我们会去操作这个蓝牙模块进行数据的发送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啊 我们会往这个模块里面写一些数据啊 写一些数据进去 实际上的无非就是这四个功能 我们大家都可以总结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里面呢 还是有一些规律存在啊 一些小规律 好 第三点呢 就是要搞清楚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些对外的一些接口啊 这个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主要就是对外的一些函数 就哪些函数是我们这个外界外面的模块 或者说我们这个主模块要去调用的 我们要把这些函数给理出来啊 并且这些函数呢不要太多啊 实际上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些功能是相匹配的啊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这个模块的触始化 那么我们这个模块触始化的这个函数 显然它是对外的 那么如果我们实现这个点灯的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把这个灯点亮的这个操作这个函数呢 显然也是对外的 甚至呢还有会有一些对外的一些变量啊 对外的一些变量 比如记录当前这个模块状态的一些变量 那么我们外面的这个模块要得到这个当前模块的变这个状态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变量 那么最好还是使用这个函数啊 因为这个函数呢会使得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封装性会更好 而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变量啊暴露在外面 好 然后呢 第四点啊就是 如果在很多模块里面呢都重复的去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怎么理解呢 假设在点灯模块里面 按键模块里面和我们的这个蓝牙模块里面 都出现了这个延时的这个函数 毕竟这个函数呢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重复的去实现了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延时的这个函数呢 单独理出来做一个模块 就做一个延时的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其他的模块呢去定义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好 因此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四点啊 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我们这几个模块的一个设计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一个设计 讲这个蓝牙模块的设计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多给大家讲一点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设备 与我们这个手机端蓝牙通信协议的一个定制 这个时候同学可能要问了 之前给大家讲这个介绍蓝牙的时候呢 也讲了个协议 实际上那个协议呢 是我们这个蓝牙这个联盟这个组织定义的啊 定义的一个协议 那么我们的这个设备与手机端这个蓝牙通信协议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因为他们是基于串口来通信的啊 基于串口是把这个蓝牙做一个无线串口 实际上就是要实行一个蓝牙串口通信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这里面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定义啊 因为这个APP啊 APP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 然后呢 这个整个设备也是由我们来做的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去定义这么一个协议 而且我们完成的功能呢 也比较特殊 我们主要会传送一些数据 而这些数据呢 是一些温湿度 及我们的一些姿态数据 我们其实的姿态数据 因此呢 我们就要去定制这些协议 好 那么为什么需要专门去定制 是这么一个协议呢 实际上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蓝牙和手机之间 如果直接就传传数据 有几个问题啊 首先 我传给我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模块啊 不是模块 我通过我们这个就是感知端 我们传给这个手机的这些数据 第一个是我们这些数据传过去以后 我们这个手机 他不知道这个数据什么数据 是温度数据 湿度数据 还是我们这个姿态数据呢 手机他是不知道的 第二点呢 在这个无线传输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丢失 以及数据的这个被修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真的出现了数据异常呢 我们这个手机也是不知道的 因此呢 为了保证我们的数据的完整性 以及确认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正确性 因此就需要我们这个通信协议 我们需要专门做一个通信协议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传输 这个概念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些牵扯到通信的地方 不管是有线通信还是无线通信 实际上很多时候呢 都是要通过协议去做的 不管这个协议是一个很简单的协议 或者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协议 那么我们要直接要完成一个通信 而且要保证这个数据呢 是正确完整的 那么就需要通过这个协议来实现 并且呢 通过这个协议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数据是否有效 如果是无效的数据呢 那我们这个手机端呢 可以不处理 我们手机端就不处理 然后这个时候手机端可以再向 我们的这个感知端 发送一条协议 告知感知端 我收到了错误的数据 麻烦你再发一条数据过来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定制这个通信协议的这个原因 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呢 在很多场合的时候 也会去碰到这个通信协议啊 不管你是 比如说你是做这个GPS开发 或者说我们这个无线通信 甚至你做这个看总线 这些有线通信 都会碰到这个协议 好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通信协议有哪几部分组成 首先这个协议呢 它有个头 它有个头 这个头呢 是用来标记协议的这个开始 好 然后这个中间的那个内容呢 中间就是一些这个协议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啊 在我们具体的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往这个内容里面放我们的数据 并且我们可以规定啊 我们这些其实就是占了一些几个字节啊 我们可以规定我们占了多少个字节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规定第二个和第三个字节 我们用来放温度 然后第三第四个字节呢 我们用来放湿度 然后后面的这些字节呢 我们就用来放我们的姿态数据啊 放我们的姿态数据 然后放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字段啊 这个字段可以放在前面啊 也可以放在后面啊 不过放在前面要好一些 放在前面过了头 我就可以去判断这个字段 当前这个整个协议的一个长度啊 可以放一个放一个长度信息在里面 告知我们当前协议的一个长度 因为大家在定制协议的时候 你要考虑几点 首先你要考虑这个协议是否能够完成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是否能够确保我们这个数据是有效的 是否能确保我们这个数据是完整的 那么这个呢 就要靠我们后面的 还要一会儿要给大家讲这个校验来完成 这要靠头 靠我们这个协议委 以及靠我们这个校验数据来完成 第二点呢 你要考虑到这个协议 这个写代码的时候的一个便利型啊 我们我们要去通过这个代码 我们最终是要通过代码去解析这个协议的 并且呢 我们还要对这些数据呢 把它打包 打包成我们这个协议要求的格式 因此你要考虑这个代码是否好写 因此如果数据长度放到这儿呢 我们再读到头以后呢 我们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判断我们这个整个长度 对不对 好 判断长度完以后 后面就是我们的具体的数据 好 在数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一个校验 校验 校验位 这个校验位呢 实际上有很多种啊 可能大家以前也了解过 有CRC 有这个求和校验 有求和校验 还有机偶校验啊 这些校验都是可以的 比较简单一点的呢 就是求和校验 好 这个CRC和机偶校验呢 这个比较麻烦 不给大家讲了 求和校验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前面所有的数据拿来 加起来 求一个和 最后呢 取这个第8位啊 就取一个字 也或者取两个字也行 取第16位啊 都可以 最后呢 再有一个尾 再有一个尾啊 因此呢 一个简单的协议呢 就是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的 然后针对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这里面也给大家定了一个协议 但是呢 啊 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下来呢 自己能够去操作一下啊 因此呢 就要求大家自己去定一个通信协议 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方法 协议头啊 协议的这个整个这个字段的长度 然后具体的字段 然后协议的校验位 以及我们的协议尾 按照这个方式呢 大家定一个简单的一个协议 并且大家注意啊 嗯 比一个比较复杂的协议呢 它有很多 它有很多条这个指令构成啊 比如说 它专门还有一个 比如说01 02 03 表示我们当前的这些 这个协议呢 都是会完成不同的一些功能 我们这边的简单一点 啊 我们这边就 做一个数据的一个 收合法 啊 那么我们这个指令呢 实际上 在协议头 长度啊 后面就是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指令 比如说01 01 就表明我们这个蓝牙 发送给我们这个手机的一个数据 那么如果是02呢 就表明我们这个手机 给蓝牙传输的一个请求 这个02就可以简单一点 后面就没有数据了 因为手机不会给蓝牙传数据 大家搞清楚啊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校验加一个尾啊 实际上呢 这里面就要求大家 把这两条协议给定一下 这个请求呢 就是手机这个时候如果 没有收到数据 我这个时候手机想知道 我们当前这个设备的一些赚款啊 那么手机就可以发这么一条协议 发给我们这个蓝牙设备啊 我们蓝牙设备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数据呢 发给手机啊 是通过我们这个01 这个指令的这个协议来进行发送的 好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不清楚 再给大家小结一下啊 我们这个协议呢 由这几个部分组成 协议头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命令 命令实际上这里面呢 一个01一个02 大家也可以自己定 长度 然后数据 然后是消炎位 消炎位呢 这里面要求大家用求和消炎来实现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是一个尾 协议尾 这个头和尾呢 各占一个字节 各占一个字节 至于头和尾 大家用什么字节来表示呢 这个大家自己来定啊 反正这个最后就是你要把它写在你的代码里面去 比如说头可以用0x55来表示 尾呢 我用0xaa来表示 然后当我读到0x55或者是0xaa的时候呢 就表明我读到了协议头或者是协议尾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定义协议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啊 这里面呢 为了简单起见呢 就要求大家去实现 这么简单的两条协议就可以了 好 这个协议呢 给大家讲到这儿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具体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因为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要设计这个模块呢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模块 要实现哪些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初始化 好 第一个就是蓝牙的初始化 第二条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去操作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啊 我们可能会去改一下它的配置 是靠什么来改的 是靠AT指令 对吧 之前给大家讲了 因此呢 我们还要实现 我们要实现一个通用的AT指令 AT指令 而这个AT指令的这个操作呢 应该是操作啊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参数呢 直接传递 我们要发送的这个AT指令 参数就是我们要发送的AT指令 好实现AT指令这个操作啊 这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要实现的第二个功能 而我们蓝牙模块要实现的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要实现数据的发送 实现数据的发送 还有一个功能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要实现一个数据的接收 好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主要就要实现这几个操作啊 实际上这个AT指令呢 这个实现AT指令的操作呢 就包含了所有这个AT指令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直接给我们的这个蓝牙模块发送 这个AT加什么什么指令啊 就然后通过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 把它这个参数带进去啊 就可以实现这个AT指令的一些操作 好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这个接口函数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接口函数呢 就要实现啊 实现这这么几个函数 首先就是一个 init init啊 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蓝牙模块HC05的这个初始化函数 然后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HC05的这个AT指令 AT我们把它叫做AT 就把它叫做ATcmd吧 cmd 好 好 然后我们还要实现什么呢 我们还要实现这个HC05的这个数据的发送 05的 datasen啊 好 我们还要实现这个HC05的数据的发送 最后呢 我们还要实现这个HC05的数据的接收 大家注意这个接收呢 可能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接收呢 是在这个串口中断里面完成的 我们会去判断啊 我们会去判断我们这个串口中断的这个状态 之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蓝牙这个demo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要去判断这个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函数里面 每次调用这个函数呢 他首先会去判断我们这个串口的这个状态 是否有数据过来 如果没有数据呢 他直接返回 如果有数据呢 那么他就会去把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读出来 把这个数据接收下来读出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要实现的一些接口函数 这些接口函数呢 具体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定啊 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个蓝牙这个demo 把这个demo改造一下 直接来用 好 接着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一个层次关系 实际上这个蓝牙模块的层次关系呢 主要是讲我们这个纵向的 就是之前给大家讲的整个模块的一个层次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它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这边给大家画一下 首先是我们这个面还所所在的这个主控模块 它呢会去调用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它会去调用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那么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去 再去调用我们这个串口模块 这个串口模块 这个串口模块 UART3的这个串口模块 而我们这个UART3呢 它会去使用我们这个CMSIS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库 我们这个串口操作的一个库 好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初始化的时候呢 还要对这个IO进行一些初始化 因此呢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也会去直接调用这个CMSIS里面 对这个GPIO的一些操作 GPIO的一些配置 配置的一些操作 因此呢 我们整个蓝牙模块的这个层次结构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个小贴使 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代码的一个利用于改造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实验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实验 这个实验呢 就是对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 所有的这些逻辑小实验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利用 那么这些实验代码呢 实际上都有了 比如说这个蓝牙模块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这个蓝牙的demo 运动传感器 之前也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的一个 读取它数据的一个小实验 也以及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读取 也还有这个flash存储器的一些读写 这都给他讲了 因此呢 我们就要充分的去利用我们当以前写的这些实验代码 把我们这些实验代码进行改造 然后应用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那么我们如何去改造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改造的方法呢 其实主要的还是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模块 我们要把这个模块呢 最终要对外调用的这些函数呢 要把它这个给 专门把它分出来 分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对外的这些函数呢 我们就要给它加一个extend 就要加一个extend 让我们这些外部的这些模块呢 能够去调用它们 好 具体这个蓝牙模块这个代码的实现呢 实际上呢 我这边也做了一个蓝牙模块的一个具体代码实现 就是对我们之前那个demo的一个改造 那么我希望呢 同学们能够下来呢 自己把这个模块呢 自己写一下 把这个模块自己写一下 写了以后呢 可以自己把这个功能呢 自己调试一下 调试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老师 然后老师这边呢 如果在看你的代码以后呢 会把老师这边的代码呢 也分享给你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之间的代码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老师写的不好的地方呢 你也可以给老师指出来 好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模块的一个设计 好运动传感器模块呢 首先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是第一个功能呢 实际上就是初始化我们的这个MPO6050啊 大家注意这个这个时候初始化这个MPO6050呢 我们不单单要初始化这个6050啊 实际上就是初始化我们这个 它是个iPhone C接口的嘛 我们就就初始化iPhone C接口 我们还要初始化它内部的这个DMP啊 这个DMP 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个运算器啊 运算器运算我们这个 把这个角速度可以具体的转换成我们这个姿态数据的 然后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对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原始数据数据的一个读取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iPhone C的一些操作 这些操作呢 在我们之前的这个逻辑实验呢 也给大家都讲了 好 第三个东西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数据的一个转换 数据的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呢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个DMP 把数据转换成我们的4次元的一个数据啊 4次元的一个数据 好最后呢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解算 数据的解算 而数据的解算呢 这个时候就要去调用我们的这个库啊 我们的这个DMP的这个库啊 我们这个6050的这个库 这个库呢是由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库老师也会给大家在上一节课呢 要求大家对这个库做一个移植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那我们就要具体的用到我们这个 移植的这个库了 好 那我们这个接口函数呢 实际上啊 比较常用的接口函数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初始化 还是初始化 我们这个 MPU6050的一个初始化 好 第二个函数呢就是我们这个 数据的一个读取啊 我们这个MPU6050 数据的一个读取 而我们对这个MPU6050数据的写入操作呢 不会很多啊 然后呢 第三个这个接口函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转换 实际上呢就是调用我们这个 使用我们这个DMP啊 我们这个运动数据处理 这个处理器啊 把这个数据转换成一个四次元 把这个数据转换成一个四次元 我们简单的写成就是一个convert吧 好 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解算啊 数据的解算实际上就是调我们这个驱动库 我们MPU6050的驱动库的这个库函数啊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写一下 0啊这个数据的一个解算 数据的一个计算 好实际上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接口函数呢 就是这几个 好下面给大家分析啊 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的一个层次模块啊 首先呢还是我们从这个main函数开始分析啊 从这个main函数 然后main函数呢就要调用我们这个 MPO6050的这个模块里面的这些 一些操作就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函数 比如初始化呀 数据的读取呀 数据的转换啊 以及我们这个数据的计算啊 而我们这个MPO6050这个模块呢 它会去调用这个iPhone C的一些操作啊 大家注意这个iPhone C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iPhone C的控制器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个iPhone C 通过我们通过IO操作实现一个iPhone C 模拟出一个iPhone C来 那么它还要调用什么呢 它还要去调用我们这个DMP的这个酷啊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DMP的这个酷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单独做成一个模块 在这个模块里面呢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酷的话 我们这个iPhone C的操作我们可以 不这样子用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模块去调用这个iPhone C 然后这个iPhone C呢 它又会去使用我们这个CMSI A4里面的这些酷函数啊 包括这个IO的一些操作 以及包括我们如果要用控制器 就包括我们这个iPhone C控制器的一些操作 好 主要呢 它的一个层次关系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希望大家下来呢 把这个代码自己理一下啊 实际上呢 这个MPO6050的这些读 读这个读的操作呢 已经都实现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求大家做的啊 就是把这个DMP移植过来 然后去调用这个DMP里面的一些函数 来实现我们这个它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转换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一个设计 我们这个DHT11呢 实际上它这个功能呢 还是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啊 然后呢 要实现这个温度的读取 温度的读取 和湿度的读取 要实现这几个功能 很简单的 然后具体的一个接口函数呢 我们也可以做三个接口函数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IIT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温度 温度的一个读取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湿度的读取 H开头的 一些简单一点吧 HM 好实际上呢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函数啊 因为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实验呢 之前也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啊 而且 对那个 同学们直接把那个实验的这个 温湿度的一些操作呢 拿来改造成 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的这个模块 就可以拿来直接使用 这个层次关系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这个DHT11 下面要去调用这个GPIO的一些操作 我们这个SIMSIS酷 给我们的一些GPIO的一些操作 实际上它就两个层次 好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Flash存储器这个模块的设计 这个Flash存储器呢 实际上跟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差不多啊 它一个就是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实际上还要做一个事情啊 这个初始化主要就是初始化这个SPI 我们这个是SPI的接口 然后还要做一个事情呢 就是啊 读 读数据啊 读它我们某个指定地址里面的数据 然后还要写数据 往某个地址里面写数据啊 这里面要牵扯到这个参数的一个传递 这个参数呢 就是一些地址 然后这个接口函数呢 实际上也是三个啊 IT 然后read 还有一个write 实际上呢 对于这个存储器的操作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对它进行页操作 块操作啊 通过这些不同的页操作 块操作 我们可以实现一些大大量的这个数据 多一点的一个写入 好 但是我们简单一点呢 就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读写啊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各个模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方法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把这个代码码一下啊 然后码了以后呢 自己调试一下 然后老师这边的代码呢 会在适当的时候呢 让大家可以去下载啊 可以去下载 可以看一下老师这边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好 如果有具体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呢 可以下来同学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也可以来问老师 好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软件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还要做一个手巨端的一个APP 啊 这个APP 大家给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手巨端的APP 用哪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啊 这个APP呢 可能是一个Android的一个APP 也可能是一个iOS的APP 然后呢 开发的要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的一个编程 啊 因为我们通过和手机之间就是通过这个蓝牙接口相连的 因此呢 我们实现了首先最基础的我们要实现蓝牙接口的编程 第二点呢 就是要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协议的一个解包和打包 啊 因为那么这个通信协议的解包和打包呢 我们就要去按照我们具体去定义的那个协议来做 啊第三点呢 就要考虑一些连接的一些可靠性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我们这个蓝牙和手机之间连接掉了 我们该去怎么办啊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设备跟我们的手机距离比较远 这个掉了我们是否要去做一些报警 如果要考虑到那个手机省电呢 我们不可能是一直去连 那么我们多久去连一次啊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作业吧 客户作业啊 客户作业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啊 实现我们的几个模块 我们讲到的几个模块啊 实际上呢 这些模块呢 我们之前都已经做好了 都已经实现过了 这里面只是让大家去把我们这个实验代码 把这些东西拿去改造一下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实现我们的这个主模块啊 实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主模块 实际上实现我们这个 实际上就是实现我们这个 面函数啊 实际上大家觉得我们实际上做这个 一个项目开发实际上就跟做一个 大集目一样 实际上我们先把 这个每个集目先做好 把这个方形的集目 圆形的节目还有三角形的节目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 再按照一定的顺序把这些节目的拼接在一起 就是实现我们这个主模块 大家呢这个开发的时候呢 就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考虑 先实现各个实现这些模块 然后再来实现我们这个主模块 好这个客户主义呢就是这两点 这两个啊 然后实现了主模块以后呢 大家可以让这个模块呢 开发板上运行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这个吹风 这个吹风吹一下 让这个温度升高 看它是否会抱紧 或者把我们这个开发板呢 拿到一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开发板呢 我们用手让它倾斜 倾斜不同的角度啊 然后不同的方向进行一个倾斜 看我们这个开发板是否会抱紧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让开发板和手机的蓝牙相连 看一下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串口蓝牙助手啊 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时候没有没有这个APP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串口蓝牙助手 串口蓝牙助手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发过来 这个协议数据是否是正常的 是否是对的 好 我们的第二个小节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好 谢谢大家